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2022年春季日剧都有哪些 《处世月久》,《前男友的遗书》 由林瀾瑶主演,他在里面演一个律师 其他主要角色呢,还有大全羊 他们两个人是一个如福尔摩斯与华盛伴的好搭档 这个剧呢,就是一个推理剧 其中第一集和第二集是由这个《前男友的遗书》这本书改编的 后面应该是原创的剧情 看了两集呢,我觉得 这里面人物性格描绘的还挺鲜明的 我是指主角啊 然后林瀾瑶在里面超级能吃大尾丸 我感觉看一集里面他吃了得有十顿吧 而且每一顿都看起来好好吃啊 他们还去吃中餐 然后两个人吃了得有七八个人的那么多的量 整个剧的色调是很温暖的那种感觉 身边痘症也很帅 《朝日暮酒》 迈向未来的倒数十秒 我不太知道这什么意思 但是讲打拳击的 木村特来演一个四十多岁的 以打工为生非常颓飞落魄的中年男人 然后呢 他机缘巧合就得到了回母校 去拳击社当教练的机会 他当年高中的时候 可是曾经拿过全国的拳击四联冠的 这样一个辉煌人物 这样一个主角帮助学生们成长 自己也获得了特别大成长的热血故事 其他主要演员还有满岛光演他的同事 然后学校的校长是内田有季姐姐 他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美在里面 TBS日久 My Family 二公和也主演 都不为花子 演他妻子两个人 事隔十多年贫穷贵公子之后 再合作 还有玉母红在里面演一个 处理绑架案件的一个警察专家 这个剧呢 首先 演员阵容真的超级超级强 二公就是演技非常好 虽然他长得也不胖 然后李安也看起来很小 但是还是演出了一种 四十多岁中年游一大叔的感觉 真是太厉害了 那剧情也十分紧凑 节奏挺快的 如果你喜欢这种 很有紧张感 有点推力感觉的剧的话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推荐 另外我觉得这个剧 非常惊喜的一点 它呈现的不只是 警察和犯人之间对抗 而更是警察和 两个主角之间对抗 就是警察也觉得 他们两个人特别事儿妈 主角两个人也觉得 警察妨碍了他们 只有出女儿 玉母红和二公 任何关于他女儿的问题 二公都一问三不值 眼神直漂着不为花子 然后三个人的合照也是 妈妈和女儿特别亲密 爸爸中间 他们都隔了一米 站在一边 实在是非常真实了 TBS金石 Invisible 由高桥医生主演 其他主要角色 还有柴希兴 饰演的被称为 Invisible的犯罪协调员 或者说犯罪斡旋人 他就感觉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然后高桥医生 为了抓住罪犯 就不得不和他合作 色调是很阴沉灰暗的那种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打开看 其实男女主两个人 都超级酷 TBS伙食 就是平常那个 经常无脑 狂撒糖的那个党 但是这次呢 是上野树里主演的 持续可能的恋爱 父亲与女儿的 结婚性情曲 就是父女两个 一起进行婚活 然后是两男配一女 两个男主演 分别是田中归和 言村永斗 我知道这个故事 听起来挺平淡 但是意外的 还挺好看的 首先呢 上野树里 虽然他年纪大了 脸已经看起来不年轻 他身材真是超级好 他在里面演一个 瑜伽老师 他有一次去参加 创业讲座的时候 认识田中归 然后呢 得知对方 是不想结婚的 就觉得两个人 非常般配 于是就主动说 另外咱们俩交往好了 结果得知对方 是一个单身父亲 然后田中归的儿子的 托儿所老师 就是男儿 同时男儿和女主 又是小时候的朋友 一直很喜欢他 NTV水时 恶女 谁说工作很逊 由金经美英主演 他里面演一个 职场新人就特别的开朗 特别的出声牛犊 不怕虎 然后呢 江口德子 是他最小前辈 在江口德子的运作下 他三级已经换了 三个部门了 林牧生之士 在里面跟他 互相看不顺眼 但是估计最后 会组CPN 那样一个角色 项经理呢 是女主 憧憬向往对象 他来公司的一大目标 就是找到项经理 这个当初鼓励了他的人 这样一个职场新人 把公司搅得 翻面覆地有了 也许证明也许负面的 变化的这样一个故事 说到江口德子 就不得不提 他主演的 《独活女子的推荐》 这一次出了第二季 这一季里面呢 他会挑战 更多的一个人的活动 包括一个人的生存游戏 一个人的直升机游 一个人的赛艇等等 接下来这个 刚齐杀惠主演的日剧 《新娘未满逃走》 是由同名漫画改编的 如果你喜欢修罗场的话 这个非常适合你 蒋女主和他的男朋友 已经交往七年了 同居五年了 但是他男朋友 还像一个小宝宝一样 特别的不懂事 这个时候 他在心情很低落的时候 遇到了他的前男友 人又帅 然后又关心他 还特别喜欢他 是一个非常有实感的 三角链故事 《朝日途十一》 《妖怪和租物》 第二季 还是《小智风花》主演 如果你喜欢那个妖怪啊 什么 就是什么神的鬼的这种 应该还挺逗的 挺好看的 挺有戏剧性的 然后画面也是 非常的五颜六色 《富士水石》 《南破MG5》 这个还是漫改 然后是《江国祥》 他男主演 如果你喜欢 《我是大哥大》 那种类型的话 这个还挺不错的 虽然没那个好看 然后《江国祥太郎》 就是有点年纪大了 但是英俊还是很英俊的 另外两个主演呢 跟着一起演高中生的 一个神伟风珠 还有一个森川奎 也都年纪不小了 但是大家的身材 还都像少年人一样 剧情也是挺浮夸 有点点搞笑的那种 行完《山下制酒》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NHK伙食 他主演的这个 《正直不动产》 就是他原来是个满嘴谎话的 金牌房地产销售 但有一天他去看房子 不小心弄弄坏了 像土地公样的东西 然后就受到了诅咒 以后再也说不出谎来 这样一个主角成长的故事 不喜欢《山下制酒》 但是对房地产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看 看看大家都是怎样 被房地产中介坑的 《朝日吐十一》 《山田良界》主演 我的可爱快要过期了吗 主角因为长得非常可爱 所以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但是有一天呢 我们想到这还是个穿越剧 还有一个长得 剧丑无比的大爷过来 跟他说 你的可爱快要过期了 他就很在意这件事 你就去找大爷 大爷说 我是五十岁的你 这样一个主角 决定要告别 对动人生 勇于尝试的故事 《朝日吐十一》 主演还是松刚昌宏 家政夫三田园第五季 然后上一季的 一野委会还在 这一季新加入了三本五乡 松刚昌宏在里面 也疯狂吐槽说 第五季已经第六个人了 因为前三季的 助演小姑娘 全都出了绯闻 都不能在这圈里 干的那种地步 来到第五季 依然是去 揭破各个家庭的秘密 破破案 然后给大家 介绍一些生活小技巧 素食牧食 尊贵一族 灰姑娘嫁入豪门的故事 主演是图太凤 演她丈夫的松下光瓶 然后丈夫大哥 尾上松也 大嫂松本若菜 故事很 就像是二年前的那种故事 就是什么 拿钱砸女主 让她离开男主 然后进了门之后 天天干活 然后大嫂还陷害她 那个剧情实在是不敢恭维 要是有你喜欢的演员的话 是可以看一下 素食月食 恋爱什么的 要认真做怎么办 主演 广赖爱丽丝 其他主要演员还有 松村北斗 西野七赖 藤木之人 泛风万里江 相追有语 这个剧就是 大量二线演员 一样取胜 不知道突出谁 就那没有那个大咖 然后有三条主线 三位女主演 但是我一个问题就是 广赖爱丽丝 演一个从来没谈过恋爱的 然后很内向的人 和她以往演的角色 非常大相近 其野七赖也是 她前脚还刚演大学生的 后脚就演 在先主夫了 感觉让我看着很别扭 以上就是这次春季日剧的介绍 我们下次见 拜拜